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在批八字的时候 其实都是被客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 最常见的是什么情况 就是客人他跟你讲说他什么不好 然后你根据他的这个不好 下去判断说他的一个格局状况 时常都是用这一种方式来反推 这一个人的八字的情况 可是等到事后来验证的时候 很有可能他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白板这个八字 物臣己卫 己卯物臣 有的人会说 这个八字是一个标准的虫妄 因为他全部都是土 只有一个木 有的人会说 他是一个标准的生妄的八字而已 所以到底他是生强 还是虫妄的八字 这时候他们就会怎么去判断 客人跟你讲说他的财运不好 他的财运不好 你就会看财运不好 生强可以认财 这一个 绝对不是生强的八字 虫妄 所以这是他们第一个结论 好 等到事后 跑来这一个运了 客人跟你讲说 他的工作运不好 这时候你就头痛了 他假如是虫妄的话 照道来讲 这个当然就是他的土 这个就是虫妄 怎么他走了一个妄的时候 反而他的工作运不好 他的财运也不好 这时候你要怎么解释 他到底是生强的八字 还是虫妄的八字 所以你们就会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因为客人他只会把他当下的这个不好跟你讲 而很多人只会用他当下的这个不好来反推 客人好的部分 他不会跟你讲 或者是有一些部分他认为不重要 他不给你讲 所以很多人都是用这一种方式 来反推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用神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然 预测未来 那简直就是一团糟 所以这个就是在无意中 你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判断出来的格局 基本上都是乱七八糟的现象 这也就是你们到网络论坛去看的时候 时常会看到同样的一个八字 什么格局都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就是根据客人给他的回馈而去反推的 而不是真正 靠他自己批论出来 所以就会产生这一种的 被客人牵着鼻子走的现象 再来 就是客人的问题不明确 例如 客人跟他讲 我已经30几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证源 你一听到这一个状况 你很有可能 第一个直觉是说 这个女生可能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桃花 可是现实是怎样 他明明就已经结过婚 也离过婚了 他还是跟你讲说 他没有证源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你就会怀疑他的一个八字 到底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的八字明明官运很好 可是他怎么会没有桃花呢 因为他只跟你讲一半 他没跟你讲说他结婚了 而且也离过婚了 所以 各位 这些都是很容易在批命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 在批命的一个状况里面 为什么 我们常常会跟你讲 你在批命的时候 你不要听客人讲什么 而是 你就是直接批出来 给他来做 评论就好了 而不要 想要听客人透露一些资讯给你 然后你赶快去批 你就会像这一种情况 他跟你说财运不好 说他是从旺的 结果到最后他的官运也不行 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也就是说 你只是同他的讲述去推论 可是实际上根本 你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而不自知 这种状况非常非常常见 所以在批命的时候 是拿了八字 你就直接跟他批了 不要问他任何事 这种情况 你才是真的凭学术批出来的 而不是客人讲什么 你硬批给他看的 甚至有的时候你这样做 客人讲什么 硬批给他看的时候 你会怀疑八字 为什么 一名官运没问题 他为什么呢 没有桃花 各位 他没跟你讲 他已经结过婚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 你就会导致一种现象 你的八字到最后 可能是一种乱七八糟的现象 因为你要硬批出来 客人跟你讲的东西 而并不是 你先看了八字 批出来 跟客人讲 这两个是不一样 所以在批命的时候 不要听客人讲什么 而是拿了八字 直接批给他看 然后请他给你回馈 这样子你才会对八字产生很大的信心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